最近又有人诋毁中国制造了 其实这样的事在海外发生过很多 但今天我想说说某些海外华人的反应 挺让人犯恶心的 恰恰是一年之前 那个时候全美国口罩极度缺乏 美国华人圈突然大家自发 为一个美国公司做宣传 因为那个美国公司要自己 在美国本土做口罩 当时我就做了几期节目 揭露了这个公司是如何诋毁中国制造 如何忽悠大家 如何的不专业 比如说他炫耀从台湾买的两台口罩机 说每分钟最多可以生产120只口罩 但是他们的人 熟口罩和装盒完全是通过人工来进行的 而与此同时 主业上就号称说 很快达到一年16亿只口罩的生产量 你看美国人 他忽悠起来是根本不做数学的 就跟他们造谣抹黑中国的时候 也根本不考虑逻辑一样 同时这个老板他是做营销的 又特别喜欢在网上po视频 结果在视频里 他的员工和他自己 在生产车间里都是短袖 掉户袋不戴帽子打扮 那这样的话 那些口罩里也免不了会飞进去 胸毛手毛夜毛 你就这样的水平 就有勇气和中国制造碰瓷 所以你不得不感叹一句 无知者无畏 但美国老百姓他不懂 大家纷纷觉得 终于有美国制造的口罩了 感觉好放心好开心 但我不能理解的是 还有很多的海外华人 在看了我的文章和视频之后 还在坚持力挺这家公司 有人就说 在美国生产的就一定比中国的更安全 甚至有人直接挑衅他看了我的文章 就赶紧下单了好几盒 还要通知自己的朋友都继续下单 我承认中国制造也好 中国也好 有很多的不足 在感情大道上总会有些狗屎嘛 但你总不能一边指责中国的狗屎臭 而转身就捧起美国的狗屎到嘴边 然后说 看人家是热的呀